李敖宇妙天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战败国德国被要求赔钱 德国人很不服气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虽然战败国都是德国 可是两次大战对德国而言不一样 第一次并没有完全被打垮 可是和平以后 全世界的战胜国要德国赔钱 德国赔钱赔钱赔钱 赔得德国自己也吃不消了 他的马克就开始贬值贬值贬值 最后名不聊生 德国马克贬值得好什么情况呢 就是马克的钱呢 都用来贴币纸了 就是已经到了一张纸 马克这个钱呢 小孩子用来当积木来堆积木了 表示说 这个国家财政啊 被这些战胜国掐着他 让他赔钱 他赔不起 他就贬值 你让我赔钱 我钱不值钱了 怎么赔你 后来德国人民 气得不得了 有一个人出来煽动 他的名字就是希特勒 他煽动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很有道理 事实上才说 我们德国人被人家欺负 搞得今天这么惨 所以我们要开始复兴 开始富国强兵 虽然德国后来 被希特勒搞得 亡国状态 可是在希特勒 串起这段时间里面 他是得到 德国人民 全体一致的啊 除了那个埃德诺 科中市长以外 支持 但形式上 他是个民主的领袖啊 他完全按照民主的程序 当选为德国的领导人 看到了 那个避值的贬值啊 是什么状态 可是德国那个避值贬值 他是 报复性的 政策性的 是因为你敌人欺负我 向我要钱 那我把我的钱呢 化为乌有 他不值钱了 看你还要 要个屁 还有他的道德的道理 道德性 可是有的国家 他的避值贬值 是不可原谅的 1949年 蒋介石和他的团队 到台湾来以前 在大陆 做了最后一件 在经济方面 丧天害理的事情 就是发行了一种钱 叫做金元券 他这种钱拿出来的时候啊 他跟全国的老百姓说 你们手里的黄金 美钞银元 任何的有价的 有价的事物 和政权 都要向我来兑换 我这个新钞票 如果你不对换 我把你抓住 你的财产没收 把你送法院 大家害怕 就把黄金 美钞 都交给政府 交给国民党以后啊 前后只要六个星期 国民党就 就把这个钱呢 垮掉了 本来这个金元券 是我这个钱呢 值钱的 所以你黄金 卖给我 六个星期 就垮掉了 我曾经 跟大家描写过 垮到什么程度呢 垮到物价飞涨 我在上海 广州街 去买书 在小店里面 吃碗牛肉面 这牛肉面啊 旁边那个墙上贴的价钱呢 不但在改 因为物价随时在调整 所以一碗面的价钱呢 随时在涨价 所以啊 不但要吃这碗牛肉面 还要快吃 要不快吃的话呢 就涨价了 涨得更厉害了 物价贬值到 这种程度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蒋介石 拿到这个黄金以后 运到了台湾 作为新台币的发行准备 什么叫做发行准备呢 就是像美国 不要脸 我只要钞票上印的 USA 美国 就是保证 所以都乱印钞票 今天美国自食其果 到了全世界 金融混乱 当年这是有效的 为什么呢 我们美国人有信用 美金值钱 蒋介石没有信用 因为钞票以后不值钱 贬值得这么快 然后他把这个食物 就带到台湾来 黄金带到台湾来 又要搞新台币 大家吃不消了 又要搞新的币质 讲的是说 我有保证 食物保证 金本位的保证 就是黄金 有92万两黄金 做保证 那现在 新台币刚出来的时候 有一分钱 还有一毛钱 今天台币 有没有这些钱 没有这些钱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 不需要涨 所以在贬值 越涨 也是钱变越来越大 我身上有的 就是有2000块 表面的新台币 那个时候 哪里有呢 那时候新台币 最贵的一张票子 是10元 10块钱 表面的 然后表面变成100元 变成1000元 变成2000元 变成500元 这样变化 这种变化的结果呢 蒋介石 新台币 也慢慢在贬值的时候呢 他就跟大家讲 说 我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子 在上海那样子了 新台币啊 我们有一个检查小组 每个月 你们派一堆人来看 公正人士 来看 到台湾银行仓库来看 检查 我的财产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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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检查 检查结果呢 大家要签名 然后每个月呢 就发表这么一张报告 叫做 新台币发行准备 监理委员会 地多少多少次 检查公告 告诉大家 现在国库里面 有外导地名券 多少钱 有各种的保证金 有纯金多少 有纯银多少 有美金多少 看到没有 然后大家还签名 在这签名 在这里后面 报告 多少钱 这什么意思 就是对我 你要 我信用好 我就 向你借钱 你就借给我了 我信用不好 就要抵押品 我就告诉你 我这个 名牌眼镜 值多少钱 我这套名牌领带 值多少钱 手表值多少钱 裤腰带 皮带环 郑乃家 大胖子送我的皮带 值多少钱 全部摆在这里 你看 我夹在一起 值五百元 你请你 借我五百元 这个干什么 这个广告 就这个意思 告诉大家 经过我们检查 这个月呢 在蒋介石的银行里面 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做担保品 所以 新台币 可以发行发行 多少钱 证明什么 证明你没有信用 所以才需要 这样子 仔细的检查 为了取信于人 蒋介石 愿意大家 这样检查他 原因什么 原因信用破产 虽然如此 当时从大陆 巧取豪夺来 用金颜券 骗来的这92万两 92万两黄金 真正的救了台湾 这个真相 很多人不知道 像美国一本书 叫西格里夫写的 叫西格里夫 他叫西格里夫 西格里夫 他写了一部书 叫做宋家王朝 宋家王朝 这部书 当时的名著 又写 当时蒋家宋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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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怎么样 霍国殃民 这个故事 当时在中国大陆 民间的一句顺口六 叫做 蒋家天下 陈家党 孔家钞票 宋家 插 什么叫做蒋家天下 蒋介石天下 可是党呢 党是陈家的天下 陈利夫 陈果夫 他们控制这个党 叫西西派 蒋家天下 陈家党 孔家钞票 孔祥夕 他们家的钱 宋家三姐妹的 什么东西啊 电视不能讲啊 就是 整个整个统治中国的 是这四样东西啊 所以 西格里夫 就写的是 宋家王朝 写这个故事 可是里面 有写是 胡说八道 什么胡说八道 比如说 他讲最后 蒋介石 要把上海国库里面 这个黄金呢 运出来的时候 他要借助于 上海的大流氓 杜月生 大家看看 这个西格里夫的 这个书里面 这样写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最后 抢银行的时候 最后要 你看到没有 西格里夫说 国民党部队 在银行四周 好几条街 设立警戒线 我就文章说 能够用 用动用军队 在街道外面 设警戒线的人 为什么里面 搬黄金 要派流氓来搬 有必要吗 不对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在说 西格里夫说 宋家王朝的作者说 蒋介石 揭露中国银行的计划 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 一艘脏兮兮的货船 停泊在国泰饭店 对面的海滨路旁 船上的苦力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其实都是 第一流的海军士兵 伪装的 请问 有这个必要吗 你既然 封锁了地区 军队给你 给你 把关 把好了 还要派一群 穿着破烂衣服的 假装乞丐的人 来搬 搬这一黄金吗 不通的嘛 根本就是军队 里外都是军队 把这92万两黄金 抢到了台湾 而这批台湾 这批黄金 救了台湾 所以我说 今天要谈两岸的关系 谈谁打压谁 谁对不起谁 至少在黄金方面 也就是国库黄金方面 当年掏空了中国的国库 运到台湾来 用34个省的钱 来建设台湾一个省 这个事实 不可以抹杀的 换句话说 全中国的黄金 一穷二白 运到台湾来 帮着台湾发财了 那台湾人说 怎么可能呢 我们台湾有钱啊 有个屁钱啊 我给大家看过一张照片 就是当时台湾人穿的 都是 什么 光着脚啊 我在1949年 60年前 夜里从基隆下船 傍晚下船 然后连夜坐火车 到了台中 第二天清早 我到台中街头一看 那时候我14岁 我看不到一双皮鞋 大家都光着脚 或者穿着 那种日本人 木头板 木板 木枝 满街都是穷得要死 那时候台中 有个中央菜场 只有中央菜场的一个摊位 卖牛肉 台湾人不吃牛肉的 牛肉是我们的兄弟啊 是更甜的 所以不吃牛肉 要吃牛肉 要到中央菜市场的一个小摊位 买牛肉 我的英文老师 杨云锦忠 家里他的丈夫 胡旭光 他是空军的 大咖 夫妻两个人有点钱 请着一个下女 要吃牛肉的时候啊 叫他下女 到中央菜场的那个摊位 买牛肉 那个下女 买上牛肉以后啊 我给大家表演啊 走在路上 就这样子走回去的 提着牛肉 这牛肉不是这样拿着 这离他很远 为什么很远呢 因为他怕这个牛肉 这个下家里的老妈子 小老妈子 怕这个牛肉 他这样提着回去 离他很远 这样提回来 曾几何时 四十年以后 五十年后 台中 牛排馆 起了火灾 一烧死烧死 多少人在里面 台中人不但吃牛肉 还吃起牛排来了 证明这个变化 代表什么 代表当年的台湾 一穷二白 那有的台湾人说 日本人给我们留下钱 留下个屁 查查台湾银行 窗户打开 你们空的 里面只剩下一些 股的铜币 股的铜币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钱 都被日本人拿走了 打二次世界大战 台湾人一穷二白了 所以当年 蒋介石这个团队 带了九十二万两黄金 跟枪 到了台湾 这九十二万两黄金 对台湾 太有用了 不但黄金有用 不但是政府的黄金有用 民间也有黄金 像我们的家里来 也带了几两黄金来的 不然根本没有能力买船票 买了船票 然后到了台湾 还剩下一点点黄金 最后 我父亲看病 我们铁高要一样 光光掉了 那这黄金 跑到他里去了呢 这黄金跑到台湾人身上去了 这大陆人带来这些黄金 跑到台湾人身上去了 那个时候 大陆人 带来的黄金 如果想要在台湾炒地皮的话 对不起 台湾今天的土地啊 全都是大陆人的 因为台湾人没有财力 跟大陆人抵抗 经过六十年下来 大家都有钱了 台湾人尤其有钱了 可是台湾人忘记了 这些钱的来源 不是日本人给我们的 这个台湾的来源 也不是国民党给我们的 是国民党抢了 中国大陆同胞的钱 运到台湾来 是台湾发了财 这是历史啊 这是真相啊 所以过去 在立法院里面 有国民党老贼 还讲这句话 我们不是空着手来台湾的 我们在台湾 喝台湾水 吃台湾米 我们是带着黄金来的 这句话是真话 带着黄金来的 可是大家忘记了 这个黄金怎么来的 是你抢来的 是你骗来的 是你这些黄金 丢进了大陆的人心 所以大陆人 对大陆 有懂一点历史的人 对台湾纷纷不平 就是在1949年 你们跑到了台湾 你们带走了 我们国库的全部的黄金 我们的国家变成一穷二白 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 没有钱 毛主席跑到苏联 向斯大林借钱 借了多少钱呢 付了那么多条件 借了多少钱呢 就是台湾带走的这些钱 大概相当于三亿美金 现在没多少钱 当年是大钱 三亿美金 对一个穷困的中国说起来 三亿美金是大钱 可是问题又不是说 这个钱 今天我们台湾人 还给大陆人好了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当年他没有 你夺走了他的机会成本 我们也算会计学成本的时候 有一个成本是机会成本 就是你的钱 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你就不能做另外一件事情 你耽误他 做另外一件事情 你剥夺了他的机会成本 所以1949年 中国大陆那么穷 一穷二白 原因他持到了好多好多的机会 这个机会 直到了60年后的今天 才开始复原 所以说起来 真的很凄惨 原因就是台湾穷了 台湾扩了 可是大陆穷了 原因是跟着92万两人黄金 有绝对的关系 我谈的这些事情呢 就告诉大家 仗是怎么算的 当年 德国人 我给大家看过 他们开始复苏 复苏之后呢 他们有很多马克 日本人 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以后 赔了全世界各国的钱 也赔了日本人钱 日本人就有很多马克 德国的钱 变成债券 1923年 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 日本人需要钱 就把这些马克 一部分 在马克债券 卖到了他的殖民地 那个殖民地的名字 叫做台湾 台湾人 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拿出来 买了日本政府 所保证的马克 结果买回来的是 一群的金元券式的废纸 真相如何 等一下告诉你 李敖宇妙天下 我给大家看一点点资料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 战败德国 与巴黎合会签订 凡尔赛合约 以合约规定 应给战胜国赔偿金 1320亿 钱 马克 日本也确实 取得了这个赔偿金 在1923年 发生了关东大地震 日本政府 要下命令给台湾总督府 由日本银行 主导发行各类公债 国家公债 包括德国的 马克债权 卖给台湾人 政府发行的公债 绝对赖不掉的 结果 耍赖 耍赖到多少年呢 耍赖到现在 耍赖了80年 日本政府不给钱 这些人 马克受害者 三代接力 皆对日本求偿 祖父拿来卷烟 说这可是外国钱 为什么呢 废纸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看到没有 到了立法院来 看到没有 又摆起来这些马克债权 还我钱来 为台湾争尊严 公道何在 马克团 大动员 看到没有 要这些钱 这些钱 将日本人要的时候 当时一些 执政党以外的 非执政党的 非执政党的立法委员 他们都签名赞成的 大家看签名的人里面有 有一个人叫做陈水扁 有一个人叫做 张顿雄 陈水扁的行政院长 可是当陈水扁做了所谓总统 张顿雄做了所谓刑政院长以后 他们甩赖 怎么甩赖方法 不肯要 你要要的话呢 当时的内政部发文说 给他们说 说你们这笔钱呢 中华民国研究日据时代 德国旧马克协会 成立这个协会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现在核准你们 中华民国研究日据时代 德国旧马克协会 我们给你立案 该会之活动 仅限于研究 你看没有 研究相关的问题 不得借团体名义 从事涉及讨价 讨债 或者代为讨债的活动 陈水扁的内政部 发文 这什么意思啊 不敢得罪日本人 你们去要钱 不行 甚至那人 还被法院判了三年的刑 陈水扁 是这个样子的 搞鬼的 怕什么 为什么 为了怕日本人 所以 他们这个索费委员协会 高杆 换总统 他们说 当初陈水扁 和张俊雄 都承诺 帮忙到底 现在却主动打压我们 证明什么 证明了 这不是民进党的行为 这是国民党的行为 国民党就是不敢要 国民党不敢要 记不记得 当年 为了 日本人 日本人为了要进联合国 进 安理会 联合国说 日本人 你们在二次世界大战 做了很多坏事 其中一个呢 就强迫那些性奴隶 各国抓那些女孩子 做你们军中的妓女 这种 所谓的慰安妇 是你们的耻辱 你们要妥为解决 才好意思进联合国 联合国嘛 日本人怎么办呢 就好了 那我们就每个人 给新台币五十万 可五十万里面 一个条件就是 你要给我签字 就是 你承认收到五十万 可是 隐含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自愿 来做慰安妇的 自愿做我们的 性的服务者 到了台湾 还有很多慰安妇老太太们 就是老太太的 他们有的人呢 一辈子是台湾人 没来过台北 那么样的穷困的 所以忽然有五十万的现金 这他们是大钱啊 他们就想要这个钱 那时候有一个伟大的律师 叫做王清风 王清风的说 这个钱不能要啊 为了个人的尊严 为了国家的尊严 这个钱不能要啊 因为日本人叫我们 做一个聚集 说我们做慰安妇是自愿的 但老太太们 老太太们呢 也愿意说不要 不要呢 他们还是想要 后来我就跟王清风说 我说这个不尽情理 我说我李敖 拿出一百件的艺术品来 我们去一卖 一卖这个钱呢 每个人就可以给五十万 后来成功了 我们一卖到一百万美金 每个人就给了五十万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时的行政院长 是国民党的肖万长 一看我们李敖王清风 你们每个人给了五十万 说好了 我们政府也每人再给五十万 政府给了五十万的意思是说 我们给了以后 我们不是政府花钱 我们在垫这个钱 然后我们政府啊 去向日本人要这个钱 要了钱以后呢 就补偿政府的 垫的这个钱 到了今天为止 都不敢向日本人要 你以为是民进党政府 在日本人面前地同吗 马银九政府 肖万长这些人 同样的怕日本人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告诉大家 当年日本人 骗了台湾人民的钱 用这些马克 到今天 八十年下来 都要不回来 相当于加上利息 相当于多少钱台币 我告诉各位 相当于五百亿 五百亿台币 钱水平政府 跟马银九政府 都不敢去要 当我说他们 这种行为 是蒋介石的行为 有错吗 蒋介石 在中国抗战胜利以后 忽然他自己广播 也不跟大家商量 就说我们以德报怨 要日本人 对日本人不要求赔偿 怎么可以这样子 怎么可以不赔偿 就是这样子 所以 他们的可恶就在这里 当日本人 被 就说你们来 不要承认台湾 这个所谓中华民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日本人同意了 就跑到 把台湾丢掉 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怎么样 共产党也要不到 日本人的赔偿 为什么 就日本人说蒋介石不要啊 我们我们跟那边 那边在中国 所谓中国中华民国 有邦交的时候 他们 为什么 就日本人说 蒋介石不要啊 我们我们跟那边 那边在中国 所谓中国中华民国 有邦交的时候 他们不要我们赔偿 你们怎么要我们赔偿呢 所以 共产党也要不下去了 所以我说 蒋介石这些人 祸国殃民 他可恶啊 不是说 他本人祸国殃民 他害的别人 也跟着没有机会了 马克的例子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马克当年贬值 是用来对付 英国 美国 法国 你们这些 所谓的战胜国 我用马克贬值 来对付你们 日本人用了这些 德国人赔偿来的马克 用来对付台湾人 骗台湾人 到现在 五百亿台币 要不回去 这就是我所说的 今天我们的处境 要了解 什么国民党 什么民进党 他们联合起来 祸国殃民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刚才典型的证据 他 陈水扁 张总统雄 做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就 为了选票 他就愿意赞成 可是 当政以后 他跟国民党一样 捣乱 就是这样子 这些真相 要很有耐心的 去发掘 像我拿出照片来 给大家看 就是告诉大家 他们怎么样的 在护国殃民 在护国殃民的 这种前提底下 什么国民党 什么民进党 什么马云九 什么祸水扁 都是一样的 李敖 宇妙 天下 当这些被日本人骗了 买了 德国 债券 日本政府用 他的公债做包装 政府公债做包装以后的 德国 马克 债券以后 以后 今天 是他导账 八十年 要不回来了 有一个讯息出现了 中国外交部 关心台湾民众 要求日本 兑换 德国马克 债权问题 看到没有 这里面 就是要求 承诺五十年后 对付本席 他们出面 愿意跟日本人交涉 请问 作为台湾人的 我们 要不要 面对这个问题 你说你是个国家 你是个政府 你的国家 不能保护你的权益 对外国政府 是个软脚的 软脚下 这个时候 北京他们出面 愿意帮你去要 这五百亿台币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接受 说接受了 没有面子 请问 被日本人 吃掉这五百亿 有没有面子 说接受北京的帮忙 台湾没有面子 那请问 被东京 吃掉了五百亿 连续吃了八十年 到现在 不给钱 不肯认账 政府的公债啊 你敢不认账 不认账 台湾同胞 有面子吗 如果我们的面子 只对北京 才有面子 对东京 我们可以不要脸 被你欺负 像马英九 这样子 被欺负 像 陈志扁 这样子 被欺负 这都不要脸啊 马英九 做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日本的东京 等于市长 那个混蛋 他来台湾 马英九 要去看他 到他旅馆来去看他 我在电视里面 骂马英九 我说 行客 拜作客 我是走过来的人 你是坐在这里的人 你是原来的 这个地主 我来拜你啊 是规矩啊 石原 他 石原 这个日本 东京市长 他跑到台湾来 你是台北市长 你去拜他 是实力的啊 马英九 有夜里打电话给我 说他 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他说 他希望能够在 第三个地点啊 就他不去他旅馆 那个石原的 日本市长 也不来台北市政府 再一个 另外找个第三个地 见面 结果他果然这样做 马英九就找个第三地 就这样做 还带着一个人 去送他书 那个人叫做龙英台 后来石原 在日本还骂龙英台 跟马英九 人家为什么骂你们 看不起你们 觉得你们这些人 我们日本人 都看不起你们 我想这些 零碎的事情 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要谈到 尊严问题 要面对 要不要面对 好不说 我们的渔船 台湾的渔船 到了非洲海岸 被海盗抢 现在北京 派船去护航 我们要不要接受 说接受没有面子 你怎么被我护航 你被那海盗抢 有面子吗 现在美国人也混来 也混进来 他说我们也要帮你护航 原来你的面子 是要这样用这种敌视的方法 来对付北京的话 请问你心里变态吗 你有问题吗 因为在你的定位里面 北京如果是本国 那么那是本国的事情 如果是外国 北京是外国 日本人不是外国吗 美国不是外国吗 为什么看到日本人 就矮三截 矮两矮三截 看到美国人 就双心下跪 台湾人尊严 是这样子的吗 看到北京就耍横 是这样子的吗 现在这笔账算出来了 原来在1949年 是扯不清的 原来是全中国的黄金 国库黄金 运到台湾 现在还在台湾 新店的仓库里 没有花 没有花 为什么呢 保证金嘛 保证金来 发行新台币 所以没有保证金 所以没有花 他现在还在 当然台湾发财了 觉得这是小钱 可是当年 那不是小钱 当年是极大的钱 极大的钱 我有一次 我跟他还讲过 当我第一次看到 一万块钱 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是在银行里看到的 那个时候 是我来台湾 十几年以后 我看到了一万块钱 在银行里 什么样子 看到 我都没见过 一万块钱 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 大家没有看过钱 现在有钱了 觉得那是小钱 可是不晓得 当时的小钱 是抢来的钱 当时抢来的钱 是多么痛苦吗 大家知道多么痛苦吗 所以多少年以后 1949年以后 过了十年 又过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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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老了 台湾有一个作家 女作家 叫三毛 三毛 她跑到上海 去看 那个真正的 作品里面 出现三毛的作家 三毛是什么人呢 三毛是1949年 我在上海时候 一个有名的作家 叫做张乐平 他画的 叫做张乐平 他画的 叫三毛流浪记 就画了一个流浪的 小男童 头上有三根头发 叫三毛 他是非常 乱世里面 非常凄凉的 一个小男童 他画的漫画 画的非常动人 感动了千千万万的 读者 所以三毛两个字呢 就流传出来了 到了台湾 有一个专门谈 风花雪月的 女作家 他就把他笔名 叫三毛 如果不了解 这个背景的人 我们以为三毛 是个新的笔名 事实上 三毛是一个 当年张乐平 笔下 很有名的 一个难童 叫做三毛 我出狱以后 皇冠的老板 请我吃饭 平心涛先生 请我吃饭 在座有一位陪客 就是三毛 三毛就跟我谈 他在非洲 怎么样的流浪 怎么样的 把非洲的 在非洲 过这个生活 完全是一个 女作家的 这种浪漫的生活 我就问三毛 我说你不是 在那边的岛上面 你有一个小房子吗 他说不错 我有一个财产 我有一个财产 在那边 我说如果你有财产 叫流浪汉吗 流浪汉还有个 别属 藏在家里 往上出外流浪的吗 你流浪是 很不自然的嘛 后来三毛 写文章 谈教条 叫大家如何的 积极乐观 不要寻短见 就把他自己上吊 自杀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三毛 我们看到这个 报上那时候 宣传三毛 三毛 为小丑 开门 三毛 开门 听说三毛 原本是四十年代 张罗平 在上海大公报 连载 三毛流浪记的主角 后来三毛 到了上海 去看这个 三毛流浪记 主角的 这个作者 叫张罗平 有张照片 张罗平 这就是三毛 可是 三毛给我们的 在我里要看起来 是个专门谈 风花雪月的女作家 正好你们不了解 这个战乱时代 真正的三毛的痛苦 你们不知道 张罗平 为什么画三毛流浪记 因为 他头天晚上 经过一个巷子 看到的小巷的旁边 有两个小孩子 难童 缩在那里 点了一只蜡烛 缩在那里 他夜里回去 睡不着觉 然后早上去 一不去看他们 两个小孩子 都冻死了 那时候 上海社会 去统计 头一天冻死的 166个小孩子 第二天冻死的 155句 人是那么痛苦 他们在哪里 他们都不见了 他们只留下一张 很凄惨的画面 就是这一张 等一下 我进一步的 讲给你听 李敖 宇妙天下 当时在上海 有很多外国记者 他们照了很多 凄惨的画面 其中有一张 留下来了 我把它找到了 我把它找到了 就这一张 一个女孩子 背着他的 小弟弟 手里拿着一个小盆 看到没有 讨饭的一个小碗 这个女孩子 还光着脚 可累得不成样子 他们在睡觉 靠着墙在睡觉 手里还拿着这个碗 这个都属于 当时一天要死 166具尸体的 小朋友之一 或者一天死了 155具尸体的 小朋友之一 他们就是张乐平 当时画三毛流浪记的 这个基本的人物 基本的造型 当时国民党 打内战 被共产党打过来 包围了上海 很多人流亡到上海 父亲可能死了 母亲也死了 这批人 小孩子 都流亡到上海 大部分都饿死了 冻死了 蒋介石 他们跑到了台湾 歌舞升平 粉饰太平 台湾出来的一批 所谓作家们 从三毛开始 也在粉饰太平 他用的笔名叫三毛 实际上是羞辱了 真正的三毛 真正三毛 是在乱世里面 受尽了屈辱和迫害 可是还努力奋斗 这是张正平 小说里面 漫画里面的一个基调 可是张正平 最近不知道 当台湾来的三毛的时候 他以为 这一定是当年 我的好读者 错了 台湾的三毛 跟台湾的这批 制造 和粉饰太平的 这批作家们 他们完全不了解 当年的艰苦 也不了解中国 千千万万流亡的 这些小三毛们 他们的悲惨的境界 出境 而这些三毛 所以变成这样子 是因为蒋介石 搞内战的结果吗 不是吗 所以我们说 真正的穷本缩元 我们他知道 这笔账 一定是这样算过去的 这蒋介石他们 整个的祸国殃民的 整体的结果 到了台湾 我们才觉得 对蒋介石而言 是一首诗的改变 我们大年 大家会讲说 宋朝的一首一句诗 叫做 山穷水尽 一无路 怀疑没有路了 柳暗花明 又一村 事实上 这个诗错的 原诗是陆游 所写的 游山西村诗 叫山穷水赴 一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因为山在重 水在转 我怀疑没有路了 如果山穷水尽 应该还有 就根本就没有路了 是不是 大家看 这是 一个老的这个 画家画的画 可以看到了 这里面就写的 山穷水赴 一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可是 对蒋介石说起来 真的是 山穷水尽 一无路 可是有一条路 一条路呢 就是台湾 阴挫阳叉 他 得到了台湾 所以 最后在 1949年 兵败山倒的时候 他 裹穴了 三百万的人 从 大陆 到了台湾 其中 能抢的 能搬的 全来了 包括 九十二万两黄金 和包括他的走狗 现在 蒋介石死了 蒋介石死了 他们的走狗 最后大家看看 青年日报 台湾的军方报纸 看到没有 青年日报 我们敬爱的董事长 王生上将 华行先生 啊 于所谓中华民国 九十五年 十月五号 看见没有 盟主重招 他心上上帝了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死掉了 九十二岁 王生不是别人 就是当年上海 抢黄金 巧取黄金 用警察方法 打压 这些 上海人 一个帮凶 蒋经国是元凶 他是帮凶 今天 这些人 在六十年以后 能够高寿 九十二岁 安安稳稳稳的 死在台湾 大家有没有想到 中国人民 付了多少代价 中国流浪的小孩子们 冻死了多少 挨个了多少 都让三毛 都腰折掉了 可是到了台湾 整个历史被遮盖了 连三毛的 这种悲惨 跟三毛的故事 都被跟 英风弄月的女作家 把它代替了 然后 蒋介石 蒋经国 他们的走狗的走狗 今天 接受了整个台湾的政坛 在民进党 不争气的时候 他们接受了台湾的政坛 就是今天的局面 不是吗 我们看到的是 王僧这些人 活了九十二岁 所以我才说 他蒙主宠召 原来你们的上帝 是这样子的 没有眼睛的上帝 来 对待 那些小孩子们 饿死的 冻死的 那时候 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 这就是 我一定要站出来 在语妙天下节目里面 用证据 用图片 用数字 让大家 解释的 也是要争这口气 只有我 才讲这段历史了 只有我才争这口气了 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蒋介石 蒋经国 是多么可恶 他们的走狗 王胜 多么可恶 可恶 而死掉的 阴风弄月的 你作家三毛 他们是多么的可怜 他们毁掉了自己 也毁掉了 真正的三毛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